欢迎来到有声书评 我们透过人与书的对话 书对人的启发 跟你一起聊阅读 聊想法 聊行动 今天跟大家带来这本书 哎呀 橘色的书皮 看起来很温暖 书名叫做 他与他 从容格观点探索 男性与女性的内在旅程 这么厉害的书 而且这么有深度的书 当然是由我旁边这一位手带来的 这样讲讲好像我都 你知道我很难接话 我只在称赞你诶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调和一下 你内心的那个animas 就是 就是那种称赞的时候 有嘴滑舌是一件危险的事 糟糕 那你看 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那个 语言 你看我的表述 你又聪明 然后表述模式又强 你真的一不小心会去到那哦 真的哦 糟了 那快点跟我划清界限是不是 对 那我们还要继续录吗 到这里好了好不好 可以好好看 待会我就出镜就好了嘛 就交给你咯 好 拉回来 刚才只是让大家轻松一下 这本书 其实如果你从英文书名 你就会比较更能够知道他想探讨什么 他的英文书名叫做he and she he就是男性的那个他 she就是女性的他 是 嗯 我们在很多跟人相处互动 还有各样的经验 其实 呃 我们以前在接受训练的时候 好像都把人当成是同一种 多数啦 后来有很多的性别分化 对不对 我今天会跳这本书 容格观点是 我蛮讶异 我们之前有介绍一本书 叫永恒少年 哦 对 那永恒少年那一集 我这么有深度我选的 我选的 对 播出去之后啊 不晓得因为大家是对小王子的故事很有感 还是对永恒少年这个概念是有有关系的 所以我发现 诶好像容格心理 那当然 呃台湾这几年容格分析师跟容格学派 也蛮多人是在学习的 我先讲 我今天不是受过训的容格学派 我单纯是从我读到的这本书 书中的内容 我把它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受训完整的容格分析师 你发现我哪里可能讲的不够完整的不够完全 你可以在底下补充 帮我们增补一下 我们很感谢你 对 那我为什么选这本书 就是 呃 我在实务工作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就是男性跟女性 我讲的现在不是说 哦 那个习惯做事的方法 这种比较外面的东西 我发现男性跟女性在思考典型上 嗯 他特别是牵涉到他内在核心价值观的这个东西 我发现是有很大差别的 嗯 可是我所受的所有的学派的训练是 没有特别要去把性别这件事情 把它分出来 但是我们这边讲的性别也不是单纯的男性跟女性 嗯 而已哦 如果你用 胡飞越来越这样 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嗯 因为很多人刚接触容格的时候就觉得好迷人 但是他真的是旋之又旋 很旋 他非常旋 所以你还没有开始讲到主题 就已经让大家听得很旋了这样子 是男性是女性 但是又不是男性是不是女性 对 容格是常会玩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他讲神话 他讲童话 所以他会有很多象征 很多象征 对 他没有一个 他不是一个 你可以用标准操作型定义可以去 对就像小王子 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故事 结果被我们说成怎样 不负责 对 所以 呃 我就觉得在 在容格的观点里 我喜欢他用童话的视角 是 或神话的视角去 理解一个男性发展的历程 跟女性发展的历程 那我这边讲的所谓的男性跟女性是 你有可能 比如说我是女生 嗯 我内在还是有一小一块是男性的这个过程 他不全然 就会女生 那内心有强韧 强悍 的那一面 就是就是 呃我先讲了一个两个专有名词 今天我们会一直提到 叫做阿尼玛跟阿尼玛斯 嗯 或阿尼姆斯都可以 那是翻译的问题 阿尼玛是男性心中的女性 男性心中的女性形象 或女性状态 女性状态 好 阿尼玛斯是女性心中的男性能量 或男性形象 嗯 可是我内心有没有阿尼玛 还是有的哦 嗯 你内心有没有阿尼玛斯 有哦 所以她是都存在着 只是在女性的这个 客体发展的过程里头 我们再去消化 特别在中年之后 这本等一下我会讲 中年之后 这个议题会一直跑出来 你生命里的那个自我的 呃 去更完整它 那一些你还没有去处理 不去甚至去抛弃它的这些议题 它会跑出来 嗯 然后你就要去看 那在荣格的视角里头 她就是一个人自我 呃 自我她是她不是用ego 她是用self 啊 对对对对 self 的一个过程 好 所以我希望听到这边 你还听得懂 哈哈哈哈 嗯 你说故事好了 好我直接说故事 那这本书呢 她说她与她 啊 他分上下半 上半段就是讲男性的这个自我 怎么追寻 下半段是女性 嗯 那因为它的内容实在太丰富 而且我要讲故事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只讲上半段 嗯 只讲男性 因为我发现我们讲了蛮多女性的书 之前我介绍很多 对 那我想说我也来照顾一下男性听众 太好了 嗯 对 通常男性的这种自我发展历程 比较少被提到 而且我们听众 你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如果你身为男性 多了解自己 嗯 如果你是身为女性的话 你也比较知道身旁的那个中年大叔 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 那如果反应很好 大家很想听女性我们再敲碗 我们再看有没有时间讲女生 好 那我们先来讲男生的这个自我发展内在的旅程 这个自我发展内在旅程 这个故事的一开篇 我觉得很有趣 它说所有的男性心中都住了一个受伤的国王 受伤的国王 国王挺好 就是还受伤是不是 对是受伤 你心中有觉得受伤的国王吗 心中有受伤的国王 嗯 嗯 因为我还不太知道那个受伤的国王什么意思 好 但我大概能够感觉出来那种国王 比如说想要登机啊 嗯 想要有掌控感啊 嗯 是这样子 那你会不会常常发现我很奇怪 我会一直问你 你现在看起来不开心吗 对啊 就像我今天 今天 这个一出场的时候 嗯 对啊 我单纯只是出门遇到一点小状况 好 那这个东西呢 问男生不准 因为这叫男生自我发展的历程 所以他在 他在 他在这里面嘛 可是如果你是女性 或是你身边你去观察男生 你会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有一些不太开心 啊 我想到我刚才要讲什么了 嗯 就是对男生来说 有时候只是进入萤幕保护城市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 他其实没有在想什么 他也没有觉得怎样 嗯 但是好像旁边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你怎么了吗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很负罪感就是 就是因为有些 有些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是 你什么都没做错 我这边 然后对方唯一做错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问他怎么了 我这边想要先暂停一下 如果用一般两性的书 什么金星火星之类的 就会告诉你说 你要尊重男人的这种洞穴时间 那男性要去理解女人的那个连结需求 对对对 但是如果用容格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会说 男性心中的那个洞穴时间是 他的内心有一个国王 而这个国王就叫渔夫王 渔夫就是那两个字 不要问我为什么叫渔夫王 故事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渔夫王呢 他本来是一个就是很 渔夫 哈哈哈哈 对他去钓鱼 总之有一天他就是去钓鱼 他本来的王国是非常富庶的 风 风 就是很多生产物的 可是有一天他去钓鱼 然后他钓了一只鱼 就忍不住看 能吃就咪一点来吃啊 就咪一点来吃嘛 就这个动作 就是他 因为很饿他就咪了一点 然后就是咪了 对不起喔 题外话 还好他不是日本人 就直接声语片 没有这一段 哈哈哈哈哈哈 很想丢属 你已经丢了 我们可以回到容格里 可以 因为我怕大家听了太多象征 你知道吗 稍微粗息再回来 会更进入状况 我们今天讲神话 他很多都是象征 他不是给你拿来理性分析的 他就是在捏了一点吃的时候呢 他烫伤了 好 因为太烫了 所以他烫伤了嘴 也烫伤了手指头 可是因为他还是吃到了一点点 那个鱼肉的鲜甜 所以他就开始怀念这个滋味 可是他受伤了 那这个时候就公告全国就是要去 就是解救我们的这个国王 好 这个时候 怎么了 国王好脆弱 哈哈哈哈 男人的内在不就有个脆弱的 真的 等一下我会讲脆弱的议题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我们真正的男主角 真正的男主角不是渔夫王 还好 吓我一跳 真正的男主角是一个渔者 你知道在那个 渔者就是渔笨的 渔笨的渔者 对对对 跟渔好 就是在塔罗牌里头 渔者是一个很力量强大的牌 那是零号牌还是一号牌 我忘记了 anyway 好 也是傻瓜 可能翻译的问题呢 他的名字叫做帕西法尔 帕西法尔 他呢 是一个出生平凡 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男性 我蛮喜欢这个故事 让这个渔者是一个 这么平凡的出生 所以他最后的那一个故事 我觉得才能让每个男人给放进去 就无论你的出生如何 你现在怎么认知自己 你都可以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渔者 你在你的生命里程 你在冒险 这个渔者呢 他从小呢 就因为看到了五骑士 就有一天五骑士就经过他家 他就觉得 哇那个马好漂亮 然后那个 五骑士是指五个骑士 五个骑士 对对对 然后那个他们身上的装备啊 然后看起来都好威风喔 然后他就想要成为骑士 嗯哼 有没有男性在很小的时候 他可能看到一个 呃太空 就有威者异弱士啊 对对对 女生会 男生可能会觉得 我要成为一个警察 对 消防队 他女生会想要跟警察交朋友 这样子 就是 你会 是这样吗 小小孩我不知道 可是我看到很多小男生 他真的 呃男性导师的这个形象 对男性很很重要 对对对 就是男生如果在这辈子里 我等一下故事也有一个 一个这个男性导师的形象 嗯 这对男生的引领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另外一本书 呃之后我再谈 因为他有点厚 他在谈我们现在的男性 为什么 这么辛苦 是因为父亲的缺席 那本书叫做我们的 哎 我有点忘了 那本书 《危机男孩》 对对对对 《危机男孩》 对对对对 他就在讲 现在男性因为缺乏这种导师 你刚才想说我们的女儿怎么了 是 那是前面 那我们的儿子怎么了 你可不可以这样乱改书的 你看我又没有很在乎两性议题 我没有在乎女生哦 我连男生我都一起觉得是 因为性别只有一边营就全输 真的就像我 我没有只是在乎正常人 我也会告诉你什么是病态人格 好 对那这个 我先回到这个帕西法 他就是看到这个武骑士 他就很想要追寻当骑士 他就问很多人 我要怎么去当骑士 也没有什么当骑士的 撇步啊 还是门路这样子 所以这边故事先讲到这边 我听一下 我会讲一段故事 然后分析一下 男性的成长旅程 或自我整合的过程 他很经常是向外探寻的 你听很多人 比如说好莱坞 比较经典的男性故事 都是屠龙的 对对 有没有要打倒一个恶魔的 这都是男性的历程 或是故事或是童话 可是你很少很少 在女生的故事 我说很典型的 女生是去屠龙的 不是 女生通常是解决一些困境的 对对对 他是比如说 他会有一个坏的继母 所以他要去 怎么处理这个人际关系 所以这是从童话里头 很纯粹的神话里头 因为农格觉得神话 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社会的人 清醒的做梦 他把神话或童话 当成是梦的一种 所以他是我们整个文化在 处理的或没处理的一些议题 都会长在故事里 好 那刚才讲的 他就是向外去追寻 但是他在向外追寻的时候 他的母亲很难过 因为他本来是想要让他 永远不要变成骑士 因为他的哥哥跟爸爸 就是因为去当了骑士 然后死了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小孩 我本来想要把他 就守在身边 结果 他还是去看到了这个无骑士 他也意味着男性 就会有一些议题 不管他身边的女人 独默想把他留在身边 他是会出去的 而且这是对男性很重要的历程 然后这个母亲我先讲 他叫做心痛 母亲就叫心痛 心痛 对心痛 就是心痛 心心很痛 这隐喻很直接了吧 就是 母子之间的关系 其实他是一个很需要去分离的状态 所以儿子只要是愚者 母亲就会心痛 不要乱揭 所以反过来说我们让人心痛 就自己是好呆这样子 我突然觉得我选这本书有一点困境 是因为我吗 好心痛 来回来心痛 可是这个妈妈知道 孩子终有一天会要踏上这个追寻的旅程 所以妈妈其实也知道 她知道她送了她两个礼物 一个礼物是她身上的长袍 妈妈身上的长袍 就是她妈妈支了一个长袍 支了一个长袍 给这个帕西法儿 要她穿在身上 而这个帕西法儿一直穿在身上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梗 我后面会讲 这一个长袍 最后一定是要被脱掉的 那这个长袍她就穿 她就带着妈妈的爱 那另外一个妈妈警戒她 就是不要乱问问题 不要乱问问题 先不要问为什么 反正就妈妈这样警戒 我没问 我没有乱问问题 她就上路了 其实故事很简单 她上路了之后 她看到了第一个骑士 叫红骑士 红骑士 红骑士 她反正就跟她就是 那红骑士就是 反正她们之间有一些争执 然后她就花了一些力气 杀掉了这个红骑士 她就把取得了这个红骑士的坐骑 跟她身上的这些宝物 她就接手了 那荣格会觉得 杀掉红骑士是在 整个男性的成长过程 因为这个红骑士的出场 她是比较残暴的 她是比较 比较 就是 跋扈的 目中无人 她说 这个杀掉红骑士的过程 是在男人成为 男孩成为男人的过程当中 你成功的面对了内在的暴力 你杀掉了自己内心那种 就是 比较就是想要用武力解决事情 或是 比较是 想要控制的这些 男性的 比较阴影面的这些特质 因为我们心中有男性特质 有女性特质 那在这个故事里头 红骑士意味着你能够去开始 control你自己 OK 那他杀了红骑士之后 他就是 也有一些成就感 或者是 他就继续追寻 那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古纳蒙 这是一个男性的精神教父 精神导师 好 这个导师的出现 对这个帕西凡尔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就问他说 我要怎么样 成为一个合格的骑士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 那个古纳蒙 他就只跟他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呢 我其实觉得他有很深的隐喻 他说 你不要诱惑少女 也不要被少女诱惑 嗯哼 好 这白话我们想说少女是那个霸佩吗 就是那种 我知道有些男性对于这个处女情结 或是对 狭想 他会有一些狭想 可是这里除了肉体上的不要诱惑少女 也不要被少女诱惑之外 他有一个更内在的精神层面 是指男性的anima 嗯 他就说你要 你要能够去跟这个anima 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不要诱惑他 也不要被他诱惑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你没有遇过有一些男性 他是非常去强调创意的 浪漫的 灵感的 嗯 这种比较是阴楼面的或艺术类的东西 嗯 那这个东西对男性而言 其实他会是一生的追寻 他会需要去有这个东西来让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嗯 所以他成为一个有感觉的人 不是有情绪的人 嗯 是有感觉的人 所以当男人第一次遇到这个 所谓他内心的 嗯 通常会在第一端恋情的时候 嗯 他开始发现 诶原来他为什么会被女生吸引 是他在女生身上看到了这些 比较soft的 嗯 比较温暖的这些东西 是他也好想要的 嗯 可是他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透过伴侣 就是跟他交往 会觉得我有 嗯 可是在荣格的心理学 是这样是不可能 嗯 你会圆满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这种故事下去就会是互相伤害 嗯 因为各自的议题没有讲 没有讲完 但是这个 苦难 通常男生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变那个红骑士被杀掉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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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好就是 就是总之他就会是 你不要诱惑少女 也不要被少女诱惑 就是你要有能力处理你内在的 安妮姆 嗯 安妮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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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安妮姆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会遇到了就是 所谓的白花 通常会是 在第一次的感情里头 他开始看见 哦 有这个阴性的特质 他会很想要保护这个阴性特质 所以如果用具体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隐喻的话 就会是 男性会有一种下意识的冲动 会想要保护女生 哦 他会想要保护女生 不是保护这个肉体 是 是保护女生身上的那种阴性特质 是 是他会觉得 会来完整他的 是 可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先说 不要诱惑少女 也不要被少女诱惑 是一旦你深陷这种过程 你其实是 你会 你会在那个外相的表现 的关系上面纠结 嗯 你没有回到这个内在 那这个女生身上的什么 其实是你自己很想要 嗯 那你自己很想要的过程 你怎么透过自己的追寻 去把这一个能力找出来 嗯 这像不像是 有些 嗯 有些人无论男女啊 他到某个阶段 他觉得需要个伴 嗯 但他没有先去理解 他需要伴干嘛 嗯 对不对 比如说 有些人 有些人他一直在 就像在婚恋市场 我就发现 有很多人他觉得 一直需要个伴 是 可是事实上他没有去面对 自己的 自己内心 内心深切的需求 是 因为他如果要伴的 他要一个伴侣的用意 是他希望有人在一起陪伴 他应该先去 去长出或者先 陪伴的能力 陪伴的能力 并不是在形式上 有个人跟你结婚了 我讲一个 你就是有伴嘛 我讲一个 大家可能更好懂的过程 就是我从女性角度讲好了 因为我女生 我会讲的比较顺畅 就是 比如说有些女生 她找一个伴的原因是 她想找一个饭票 她想找一个依靠 她想要找一份力量 但她不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 看起来很凶的人 或是很man的人 所以她透过找了一个 这样的伴之后 来到她的生命 她觉得她没事了 可是通常 这种状况 我们就会听到很多时候 这个男性外语 我们先不讲外语 是对与不对 回到这个女生的状态里 她会开始经验到一个破裂 她会经验到原来不可靠 原来这个东西是受伤的 那一个比较好的 我们所谓的危机过程里 就是因为这一段 她本来投射出去的东西 不握可了 或是发生了一些危机 所以她回头把力量收回来 你就会看到有些女生 她透过离婚 她长出 她先前没有的一些能量 或是某一些性格 那当然往好的 她如果克服掉那些 比较负向的男性能量的话 男性能量还是有正反的 她长出好的 她保留好的 但克服掉不好的 再加上她本来就有的 女性能量的话 她就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 那反过来对男性而言也是 就男性这一辈子 最要克服的一件事情 就叫做恋母情结 那恋母情结 可能大家听到这边会觉得 没有 我跟我妈的关系超差的 所以我没有什么恋母情结 要去克服 没有没有没有 在荣格的这个解释里 恋母情结 不是一个具象你妈的情况 你妈的形象 她在她第六十四页的时候 有讲男性心中有六种阴性元素 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 她里面就是 亲生母亲是真正的 然后恋母情结是 这个男性整个历程里头 她最需要去克服的 这也就是 刚刚那个帕西法上路的时候 她妈送给她的那件长袍 她穿在身上 她为什么从穿到身上 她最终有一天 一定要把她脱下来的是 所谓的恋母情结 这个元素是 只完全存在于男性本身 是一种退缩的能量 可以让她感觉回到小时候 依附母亲的状态 所以男生要的是被照顾 不是一个妈妈 然后这也是男性想输的愿望 想失败 因为他失败 就可以回到那个状态 就可以接受安抚 对 所以他们会对于死亡跟意外 有一种底层的幻想 就是男性很容易 常用极端的 比较是悲剧性英雄的方式 在处理她生命比较大的冲突 而女生通常是会熬过去 扛过去的人 就是 但现在到性别走到现在 我是不知道以前 比如说 跑路了 也就是爸爸投资倒债啊 什么的 那爸爸就会去跑路之类的 那我们听到很多故事 是妈妈一个人 把养育的责任扛下来 他不轻易放弃他的小孩 就从容格的角度来讲 对男性心中 那种很想要被照顾的渴望 是他这辈子要去看的 甚至去长出另一个能量 是他能承认脆弱 大方的承认脆弱 大方的去显现自己的不足 同时他又有能够照顾自己的能力 有自己有温柔慈爱长出来 不是去透过另外一个女人 来给他这个东西 这个是男性的恋母情结 好 那后面还有讲到美丽少女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不要被少女诱惑 也不要被 也不要诱惑少女 是指女男性心中的阴柔特质 也是他内在伴侣或领感的来源 就是所谓的唐极科的 我没有看过唐极科则里头的达辛尼亚 或者是但丁神曲的里面的某一个 就是男生很容易 你想想什么 没有你刚刚讲的那些是在 劝劲大家还是劝对大家 不是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象征 很多象征很多象征 就是 男性 生命里常常触动他们能够去往前的 是跟这个阴性特质有关 不管是因为他爱上了一个人 或是他想要保护一个人 他想要成为 他想要成就他自己的家什么的 对男性而言 他可能不意识这件事情 可是他在内在的旅程是 会因为要去 去遇上他的这个美丽少女 所以他去出发 他想要跟这种很好的感觉 感觉在一起 所以 他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遇到了他的 就是 就是教父 所谓的先知 男性导师 之后 他遇到他生命里的白花 然后他就很想要保护这个白花 所谓的阿尼玛 那同时也因为他曾经 拥有阿尼玛之后 他会有一些灵感创造力 还有生命的核心那种 因为去接受了自己的负面 不是负面 因性特质 所以整个人会活得比较有弹性 比较温柔慈爱 然后能有同力 这是男性的因性特质 而且这是男性 比较后天要去学习的东西 他不像女生是很容易就能长出 而且这本书也有说 男性常常搞不清楚女生为什么能自然而然的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对谈性而言 他真的不是一个自发性的反应 他需要去透过向外的追寻学习 他才能够去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 然后再来他在遇见白花之后 他要能够去学会区分什么叫感觉 什么叫做情绪 我觉得这是很多男生 要不他会觉得情绪很麻烦 他就活得很麻木 那当然一旦活得麻木 他就会跟他内在的anima分割了 他就会觉得所有事情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件事 你就怎样就好 那你就会看到这种男性 他活得比较僵化 比较无法理解一些 比较抽象 或者是比较感觉层面的事情 那那个荣格说 当一个男生 他能够接受自己的因性特质的时候 他才能去什么叫做感觉 活成一个有感觉的人 但不被情绪控制 感觉的英文叫做mood 然后情绪是feeling feeling是会变来变去的 是会有就是 会有比较剧烈的变化 对 但是感觉是你可以有 你可以是一个有感觉的 我感觉我生气了 嗯 我感觉我我现在很沮丧 我有感觉 可是我不会被这个 这种感觉给操控 我不会被这个情绪给控制 好 那这个也是男生要去 学会 那当然女生也会要学 学这些事情 所以 我说 我们在讲 发展的历程 他也不完全是性别 你是男生就这样 你是女生就这样 他还是有一些是 男生里头要学一些女生 女生要学一些男生 好 我觉得感觉 他里面多了 比较多我们内在底层的需求吧 嗯 对不对 那情绪 就好像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内在底层的需求 是需要 是需要 是需要被尊重 嗯 但是我们的情绪 可能是愤怒去指责别人 嗯嗯 对不对 或者是说 感觉是以自己为主体去说 我现在感觉受伤 我现在感觉愤怒 我现在的是什么 但是情绪有一点是我要 我被你怎么样 对我展现了什么 我被你刺激了什么 那这个对男生而言 他确实是不容易 至少我在做 做教练的时候 我要男生讲 感觉是一件很 了解 不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他遇到工作上的挫折 男生可能就跟你说 别人怎么样 遇到怎么样 所以怎么样 然后他没有办法说出 我对这件事情很失望 然后 你会看到男生他有情绪 嗯 可是他不说他的感觉 嗯 你会看到他明明就很沮丧 可是他不会承认这件事情 嗯 他会把 他要不就麻木 他要不就把这东西割掉 否认 对 所以当一旦一个男性 我们先讲 我们就走个人内在的时候 嗯 我们看到一个男性 不接触自己的感觉的时候 你都可以下意识的去 去推想 他接下来要遇到的关系困难 只会更严重 对 嗯 因为他没有办法连接 对 别人没办法靠近嘛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男主角帕西法尔 他在经验了一遍串的这些 挑战啊 杀掉了红骑士 然后遇到了他的教父 然后遇到了他的白花 就是他的美丽少女 然后呢 他也分了出 什么叫感觉 什么叫情绪之后 他会在第一次遇到他的 圣杯城堡 嗯 圣杯城堡 我没有 我不是基督徒 可是我知道圣杯好像在 在那个基督教义里头 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嗯 那这个圣杯城堡 这个荣格分析师就说 男生通常在16岁 跟在45岁的时候 最容易遇到他生命里的圣杯城堡 那是什么 圣杯城堡意思就是 他有机会透过去问出一个 更核心的问题 然后他懂了这一辈子 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嗯 就是他懂了他活着的意义跟价值 这是圣杯城堡 嗯 一个很隐喻的概念 就是男生在16岁跟45岁的时候 一个就是我刚才讲16岁可能情窦初开 他开始意识到 哦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他想保护的人 或他想追求的东西 那45岁的时候是呃可能在中年危机之后 或者是在他在外面的世界追寻了一些 他也有他自己的成功之后 可是他内心还是某一些孤单跟寂寞跟 某一些无意义感 嗯 他会会跟这个议题 嗯 再去遇到他的圣杯城堡 嗯 那这个时候进到圣杯城堡 我们的刚开始的渔夫王就出来了 好 他终于出来了 哈哈哈 因为他是个少商的国王啊 对 他烫商都已经结家了 哈哈哈 然后 那故事真的很长 但因为我突然觉得我今天讲故事不是很好听 因为我对于这整个呃 一边要讲故事 然后一边要分析他 我就有一点 有一点不是很容易 有点要演戏 又要当剧品啦 就是两边要不断的切 然后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不熟 嗯 可是我就觉得我还是很想跟大家分享 能听多好就听多好 就是呃 这个圣杯城堡 在进去的过程 你要经验一个吊桥 然后在那个吊桥的过程里 他随时会被拉起 所以在进入圣杯城堡的过程里 是很危险的 嗯 它象征的男性要向内走进城堡 向内探索的时候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是有可能探索 不成功 然后他就失智 嗯 失智 不是失智 失智 智气的智 善失智气 对对对对 失意失智这样子 那呃 这个 呃 这一个帕西法尔 他不是第一次进去 那个圣杯城堡 他就成功了 他进去之后呢 看到很多 呃 歌舞啊什么的 然后他也看到一个受伤国王 躺在那里 然后全 全部的人都在期待有人 可以来拯救这个国王 他会问出最重要的问题 可是来了 嗯 帕西法尔的妈妈跟他讲了什么 不要乱问问题 对 所以 故事说的不错啊 我都还记得 我没有看小超 哈哈哈 他象征的 我不知道 可能对男性而言 我不想问一个男生这种不容易 可是对男生而言 要去真的意识到那个练母情节 不是练妈妈 是所谓的那个被照顾的需要 然后去放下那个呃 呃 被保护的很底层的需求 然后真的从自己长出力量 然后脱掉这个母性的保护 容易吗 或者是 这是不是一个很需要克服 但是从容格的角度里头 这是男性一生都要去面对的 一个议题 嗯 这不容易啊 嗯 这不容易 就像 就像我们在研究衣服关系 你会发现 即便是安全衣服 其实都还是 要要以衣服作为前提吧 嗯 那对于 对于男性 如果只讲男性的话 其实 那个 那个 把 把那个衣服的几代 齐代 对 真的把它切掉 嗯 但是又以一个独立个体的状况 在精神层次跟 内在的母性原型 嗯 去做有效的连结 这真的不容易 很不容易 对我讲的很容格的语言 对 但是很很真切对不对 对对 其实那个那个就是说 就是说男性有时候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渴望被照顾 或者渴望有人拥抱 嗯 渴望有人安抚 就像比如说 酒店这个行业 为什么一直会存在 嗯 其实嗯 它并不是 其实酒店行业它的存在 你说如果单纯只是 肉体交换肉体关系的话 其实说实在的一点 嗯 在更 在更深入的说 比如说像 呃 性服务啊 或者是 甚至于男生自己DIY 其实也是可以的 是 但为什么酒店它会一直是历久不衰 甚至于 呃 甚至于它会是一个 社 其实有时候 讲个不 政治不正确的话 它是一个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 是啊 那是因为它创造男性的所谓的恋爱感 是 那所谓恋爱感是什么 就是 男生为什么需要恋爱感 是 其实是 重回跟母亲联系的那个期待 是是 那个其实就是恋爱感 但是一个成熟的关系 其实是你要先切断那个期待 你用一个 完整个体的方式 去跟另外一个人产生连结 是是是 你讲的真好 从男性角度讲是这样 我 对 我只能讲故事 我会觉得男性的那个 呃 恋母情节还有一种展现 如果男性没有特别区分的话 他很容易就会跟 色情 嗯 性混合 混在一起 他以为他要的是性 可是其实他要的是那种 连结 衣服 被照顾 被保护的感觉 那这个东西是 需要去区别出来 那不是说这些感觉不对 而是如果你只是希望 透过另外一个人 来满足你 你就长不出自己 的这个东西 嗯 自己的一个过程 好 所以 呃 就是讲就是 他第一次进到了圣杯城堡之后 因为这个 恋母情节还没克服好 所以呢他就没有问出 那个关键性的问题 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他的那个导师 精神教父有跟他说你要问 谁才是圣杯的主人 谁才是圣杯的主人 对 他那时候就跟帕西凡尔说 你不要被上女约祸 也不要约祸上女 同时你要问出关键的问题 叫做谁才是圣杯的主人 你要问出这个问题 嗯 但是因为他 他看到这么多花花很丰盛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他妈妈的教诲 他让他不敢问出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离开了 他就被 就隔天他醒来就是已经在圣杯 城堡外面了 这样子他就得回村了 这样子 意思是他要回到这个世俗的世界里 庸庸世界里头 那男性又 又没有 没有完成他这个 这个发展的历程 好 回来之后呢 他就遇到了一个丑恶少女 丑恶少女的挑战 有美丽少女又丑恶少女 他会问他一些灵魂式的拷问 就是 从白花 从白花遇到仙人掌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看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讲出来 他好像有一点干的感觉 但是 这个所谓的丑恶少女是 我想你应该有经验过那个灵魂的考验 我到底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有了这些成功 他说 在龙格的角度 那些功臣越名就的男性 这个灵魂的考验会 越 痛苦跟深 就深刻的是 因为他发现原来 这一些东西 是 没有办法带给他满足感的 是 会让他 一直遭遇很多很多的怀疑 嗯 质疑 然后他拥有了这些 居然他还是不开心 他还是个受伤的渔夫王 对 所以如果男性一直以为 他去向外追寻 嗯 有了这些成功 利路之后 他的快乐 国王就会快乐 这是个不对的过程 嗯 这是一个 方向错了 嗯 他会大概在45岁的时候 嗯 就会遇到这个 灵魂的考验这样子 然后他后来通过这个帕西法 通过这个灵魂的考验之后 他再一次回到了圣碑的城堡 城堡 然后他终于这一次呢 一样是经过危险的吊桥 然后也看到了渔夫王 躺在那里这样子 然后他就这一次有问 嗯 谁才是圣碑的主人 他问渔夫王 嗯 然后渔夫王 那你们猜 我们通常会觉得 哦那谁才是圣碑的主人 我不知道 我们通常会想 哦那就国王啊 就是我才是圣碑的主人 对对对 大概答案不妥这几个 答案就这些啊 对不对 但是在荣格的历程里 还不是 他说我们都会期待 我自己是可以控制的 这也是一个男性 他会有一个假想是 他是够有力量去 控制一切事情的 可是他整个生命的旅程 就是要打破这个迷思 嗯 不是我可以 我是圣碑的主人 是自信 才是圣碑的主人 嗯 自是自己的自信 是 天性的性 天性的性 自信 自信跟自我有什么差别 自信呢 它是比自我更大的存在 它是一种超越意识的 它是意识加潜意识 更完整的人格 就叫自信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Nature 嗯 天性 但不是我们常讲那种天性 是指 你一种活出一个完整的自己 嗯 是你知道一个更大的存在 嗯 在安排这一切 不是你在控制这一切 嗯 当一个男人可以从自我 他懂的什么叫自信 有点抽象 自 嗯 self 嗯 从ego到self 他就可以 嗯 他的内在国王就会好起来 嗯 他就会懂他来到这个生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的价值在哪里 嗯 意义在哪里 然后他会长出慈爱 他同时也有力量 嗯 他可以是一个勇敢的国王 他也可以是一个温柔的国王 嗯 我我我刚才你刚才在讲的过程呢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过程能不能连结 但我我感觉那个自信就是 用我比较习惯说的话就是你要回到任何事情的本质啊 嗯 就是 因为那个 其实如果我们还停留在ego或者是自我 嗯 他其实都还包含有一种控制 嗯 嗯 作为者 嗯 的这种角度 是是 就有点像是我们还是太过于要去to have 嗯 to do 对 而不是在一个to be的状态 对 可是我觉得我在听这个故事好了 不管是男性的发展旅程 特别是男性发展旅程 嗯 因为事实上 在我们能够回到任何东西的to be 有时候有一个关键是在于 我遇到有很多人会有那个心理上的游戏 嗯 那既然到最后我们就是to be 那我们就跳过 是是是是 但其实旅程是不能跳过 不能跳过的 我觉得 我觉得你没跳过旅程 然后你单纯的去to be 你只是 换另外一种心理游戏 在逃避旅程当中的艰辛啊 是是是 对不对 你想想看你要杀轰骑士 你就有把我已经杀了掉 搞不好你被他杀了 哦 对不对 他就会变成有魂少年少年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你跟他讲我是觉得连在一起 所以这整个旅程 为什么英雄之旅一定会存在 然后好莱坞的那个公式会在 他就是一种原型嗯 你不会跳过这件事情 你还是会要去遇到生命的磨难 然后你要学会什么叫感觉 跟情绪对男性而言 对因为他就说 如果你拒绝学着去接触 接触你的感觉 你会变成就会拒绝你的阴性特质 你会变得很残暴跟破坏 你会看到为什么在历史上面有很多男人 会变成一个我们觉得很可 然后我们还崇尚这个叫男性的气概 其实都是不对的 嗯 从龙哥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种很幼稚 嗯 没有长成熟的男性 嗯 那很多男性在这一个探索自己的旅程里头 可能因为就是被被错误的诱惑 他被少女诱惑了 或者是他没有遇到了他的生命导师 去告诉他一个真正核心重要的事情 于是他在这个去进到自己的那个 内在圣杯城堡的时候 他就失足了 嗯 他就没有进到里头去 嗯 那真的能进去的人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 就是一个我们所谓 可以活得完整的人 嗯 你可以接受意识层面 你也可以接受潜意识的层面 然后你不会只有理性 也不会只有感性 你是一个更大的存在 有没有好抽象 嗯 好 不过啊我觉得 嗯 呃抽象是必然的啦 因为 因为生命没办法复制嘛 嗯 就算我们谈是男性经验 两个男性 他们的经验再怎么类似 但他们也没办法 是 是 一定会有很多个别的差异 嗯 有时候我们 就像我们在读这些故事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会 我个人每次在读故事 我觉得比较适当的姿态 不太会是说 呃 因为如果过分的像 我有为者易弱势 其实事实上那是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想法 嗯 因为你无法易弱势 可是如果你把那些全部都抛弃了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 嗯 我们毕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需要他者参照 嗯 来确定自己的相对位置 嗯 所以 这个其实是在一个 也只有你在进入那个旅程 就像 就像 就像你在旅程过程当中 看过了风景 嗯 你才会知道这个旅程 到底为你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是 然后你因为也看得够多 所以你才会知道你要什么不要什么 嗯 差别只是在于就是说 很多人在旅程的过程当中 他忘记他只是个旅程 他在他的旅途过程就定居了 是 那定居也不是问题 可是他心里却忘不掉他的来源 嗯 就是那个受伤的状态 受伤的状态 或者是他没有 他在一个 他没有脱下 他妈母亲的长袍 对 甚至于他到某个地方定居 但他其实心里一直在逃避某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 谁才是圣杯的主人 是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在读这个 我听你这么说的过程当中 嗯 我会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就是 男性 中期一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 就知道自己 自于这个世界的价值 嗯 的位置 嗯 而那个价值不是建立在征服 是是是是 也不是建立在 杀掉某个歧视 解决什么问题 对对 而那个价值就在于 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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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成为一个 我喜欢用示范两个字 嗯 嗯 因为示范的存在不一定是要展现给任何人 示范的存在就是示范本身 嗯 有缘分的人看见就会得到启发 是 你或许就有机会成为 某一个男性的导师 是 或某一个人生命的导师 是 但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缘分也没有关系 其实 你知道有时候当我们过分的想要成为别人导师 也就是 你在诱惑少女也想要和少女诱惑 对对对对 还是那个抗就是 对对对 所以 其实对男性来说 他一个天然的 本质议题就在于 控制这个议题 啊 他他他他太想要控制自己 控制生命 控制他人 控制环境 嗯 征服这种 可是如何 你你其实不是控制 你就只是在 嗯 你真的没有读容格吗 我觉得你有懂欸 我我我我 我没有读那么多啦 我其实蛮感谢 就是讲到旅程 其实我就蛮感谢我研究所的训练 是是 因为我后来 我们本身因为工作啊 创业 我觉得我必须说 在初期 我必须选择一些比较 大家容易亲近的 听得懂的 嗯 可是我在研究所训练 我的老师给我的很多影响 他也是你的古纳鲁吗 可以可以这么说 古纳蒙 他是我的 他是我一个很重要的 启蒙的导师 他从来不给我任何的答案 嗯 他从来就只是丢问题 他说要去问出 谁是圣碑的主人 他是没这么问啦 因为他也不是典型熔格训练的 但我但我知道他就是 他不断的问我 嗯 真的进行灵魂的考验 对啊 就我们在探讨无论是研究的专题 个人的生命故事或某人的生命史的时候 是 他就会问我说那真正的关键在哪里 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嗯 这一个人他呈现的本质是什么 是是是 对啊 所以呃 隆格也说所谓圣碑城堡 不是你去找来的 我听完我的故事 你不要想说 好我要上路了 我要去找圣碑城堡 不是 他说这是一个很可笑的说法 圣碑城堡 他永远都在 是你准备好的时候 桥才会放下来 嗯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 他他听了会 听得很模糊 越听越玄的原因嘛 对 对不对 因为毕竟外在世界它是具象的 对 可是内在世界的旅程 有时候就像我们 我们我们古诗词说的就是 那人正在灯火阑山处 嗯 他其实就在那 嗯 就在那 可是你另外一个吊诡就是 你没走那一圈 你还是不知道在那里 对 就像很多人说 那就是一个很很经典的故事嘛 你你你你钓鱼 然后你可以建立船队 嗯 然后就是那个商人说的嘛 是是是 有没有 然后到最后就可以在那里钓鱼 可是对于那个 他就是在那里钓鱼的人 他没有出去看过世界 他没有经过那一圈 他也不知道 嗯 此钓鱼跟比钓鱼不一样啊 是 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人是山啊 嗯 对啊 对 这就是有层次 所以我们第一次这么完整的介绍容格 希望大家有心理准备 后面还有很多次 因为嘉玲最近蛮泡在容格里面 没有 不一定 因为我发现他其实不好讲 他很 应该说 我们可能不一定会挑容格的书 对 但我觉得那些 精神 那些精神是在的 嗯 我个人一直觉得 这世间很多东西回到最本质 其实都是一样 嗯 就像你看我研究危险行为 嗯 我们我们 我们讨论很多 生理心理 或实验 实验心理的研究 嗯 他们真的对人性跟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 有一个最本质的认识 他们都还是指向一个东西 你要回到本质 嗯 你在那么危险的环境 你要怎么样保护你自己 其实我还是觉得那四个字 回到本质 是 回到本质 是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情绪等等 很重要 嗯 因为它是帮助我们认识 认识本质的入口 嗯 可是你不能只限在那里 是 就像佛教佛经 大家帮我指证 我大概想到那里 就是 就是如愚人指月 观指不观月 嗯 呃一个笨蛋指着月亮 嗯 有没有 我们是要顺着指头的方向 看到月亮在那里 嗯 但他一直盯着手指头 月亮在哪里 月亮在这里 这里不是 他会一直 他会一直执着在 策略跟技巧 跟方法 就是不能把工具当目的 对 就像 人家说的嘛 你做了一个渡船 过了河 你哪有的理由 上了岸之后 还把船背在身上 嗯 船就让他继续留在河边就好啦 是 可以回答本集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认识 荣格的话 好 那我介绍你这一个作者 这个作者叫做 罗伯特强生 我刚刚又忘了 对 我们最近都蛮忽略的作者 罗伯特强生 很多很多熔格的书 聊到这里 我想 荣格给我的精神意涵 就在于 我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 认真的接触文学 是一样的 他不是给我们一个答案 他不是要我们去控制任何事 或给我们任何一个诠释 他是让我们 透过故事 透过隐喻 去回到那个本质 那个本质有时候 真的是很抽象 就像你闻得到花香 但是你要怎么写出花的味道 你无法写出玫瑰的味道 但是你要去闻它 你闻了 成为你的感官记忆 成为你内在灵魂的某个部分 你有一天再闻到 你就会知道那是花香 或者是你有一天需要 感受那个芬芳的时候 你只要把眼睛闭起来 你又可以回到那里 这就是 或许在我认为 这就是自信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拘泥于 我因为要花香 所以我要 建一座花园 它不是这样子的 这或许就是人生的追求吧 我们有时候 在我们可掌握的时候 当然就是 太疆拓土 拓土功成月地 但在我们有些 不允许的状况 我们怎么样回到自己的身上 那 它没有答案 可是它是 对生命的一份理解 所以希望今天 这本书 He and She 能够为你带来一些帮助 那当然了 希望你能够 好好的理解生命 然后也谢谢你的耐心 一直到这里 好 那我们这一段书评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我们为你开一个 重要的入口 那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